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是中国著名的桥乡 这儿走出了33万的花桥 咱们来到的这个小平坑村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有一户幸福的人家 这儿养育了五个孩子 其中现在一部分已经在海外生活了 那么咱们今天组织了一场连线活动 来专门带着他们来回忆咱们儿时的乡愁 来看看家乡的变化 我们的老祖宗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看见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小平坑的地方 其中有一条坑 所以取名叫小平坑 那么当时里边的一圈放远很好 但这个村口有点空淡 然后我们的祖宗就摘了这么几棵树 那么从它摘种到现在300年 现在已经变成了苍天大树了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附加池塘 这个池塘这个还是用石头砌的 对对对 那么小时候呢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读书的 我也好 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 就是在这个池塘里边读小学 一二三三年级 哦姐姐也是在这读的时候 对对对 五兄弟都是在这读的 对我们五兄弟弟面小区一到三年级都在这个地方读 那么到了四年级的时候 然后才到那个山口镇 就是镇村里面的那个小区读书是这样 那咱们还有多远才到老房子 马上就到了 前面那个地方呢看到的就是我们村 对就是我们村庄了 我们这个村呢也算华侨村 巨大部分的人都在国外 那么有几个这个年级大的 小孩子那么现在住在山口或者住在这个青田县城 是这样 那像我父母原来也在国外 现在呢年级大了 络绎归根 然后呢也回到青田老家住在县城 方便一些老年人啊 对对对 那一个是春节 春节 一个是清明 那这个呢就是一定要回来回到老家 那么然后呢这个扫一下木 扫一下木记足啊 然后呢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呢吃个饭啊喝个茶啊 呃原来原来我们这个房子 村里面算是最早的房子 所以呢这户人家是最大的这户人家 一个房子里面住的是三户人家 哦 是这样 哦 那么现在这块呢就是老的 那现在我们的邻居啊 他的房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的 啊这是老房子 老房子 对对对对 在这里面走进去有个龙堂 龙堂呢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土耳叫龙堂 但是我们这个村里面当时就算是最大的一个水堂了 那我们小时候呢就游泳 嗯在这里游泳在溪旁边的抓鱼抓那个小螃蟹 哎是这样 这边的巨蟹也很浓啊 那是的是的 因为小时候嘛也没有游乐场是吧 对那我们说玩泥巴 嗯在溪坑里面抓鱼 这个就是饿死的乐趣了 嗯 姐姐妹妹们大家都是一起玩的是吧 哎对对是的是的 嗯 呃昨天下雨雨水比较大啊 所以这个这个台阶都淹到水里面去了 但这种台阶我们小时候经常要走经常过的 然后这里就是龙堂了 就是小时候我们经常在这里游泳 啊玩耍抓鱼抓螃蟹 哎哎这个水很冰 可以感受一下 还太凉啊 对对对 小时候这边是跟现在的感觉是一样的吗 差不多这个就全原不是原生态的 甚至小时候啊 我们从这个边上都能爬得上去的 哇这玩意都能爬 对对对 这个草 对原来是草没有那么多的 就是这种这种能爬得上去的 然后有时候拍照片 他们也住在这个地方啊 拍一个行的 就在这里拍一张照片 哎是这样 哎 三年级念完后 富家兄妹五人来到了山口村 山口村啊 是清田著名的石雕村 这儿的80%以上的村民啊 都是桥眷 五个孩子在这儿开启了人生的新的阶段 迅敏大哥 在这聊啥呢 这么开心 这是我们山口村的村长季景平 他在给我介绍山口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变化 对啊 村长你好 确实这个地方发展的非常好 自己的变化是有点的 我我我我许敏哥刚回来 我也跟他接接接这个山口的变化了 对对对 我看了以后确实发展很快 要不我要给在比利时的我弟弟夫婿还打个电话 让他也看看 哎那太好了呀 哎哎哎 我我我现在给他打 喂 阿海地 你好 早上好 早饭吃了没有 这个这个这个村长好 这个早上刚吃过啊 我现在在山口动头路啊 这个现在改成这个叫花旗街发展变化很快 在我旁边的山口的村长 这个朱景平让他也给你介绍介绍 啊这这几年的变化是很大 你有的时候有空早点回来看看把外面的这些好的带进来 山口这几年变化真的花旗街也好文化线也好 整个山口都在变化 这个政府的力度也很好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山口一直就在我们这天花旗街 花旗街也都我们外国人回来的命名的呢 所以这这几年你看上面的上改下排屋门窗都变统一了 现在这天呢政府这个政府的力度也很大 就是未来的我们的花旗街的网红点 如果别人到到了青田就嫌到山口 到了山口就嫌到花旗街 我们就成功了 现在我跟那个薛敏哥 呃 也在聊这个事情 他也都刚回来嘛 有的时候我也跟他介绍介绍 你们两兄弟都都回来 把那个自把他资本都都带回我们山口 造福我们山口人嘛 你说那个 好的好的 山口我们是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啊 那个小学在这边都是吧 呃 确实这个青年目睹山口 自己也发展变化很快 这一条花旗街 原来我们叫动图路啊 嗯 那么这个改造的也非常好 基古色古线又有这种现代的风格 哎 这个又古铺 呃 非常好 哎呦 早着早着就到这里老房咖啡吧 来 这个好像是那个 呃 许 许 许海哥的那个同学叫 哦 许伟雄 对 意大利华侨 许伟雄 对对对对对 我听说过 这个是许海的同学 对对对对对 那要不到他呢 喝杯咖啡 好的好的好的 我教一下他干嘛 哎对 哎老许 老许 过来一下呢 哎呦 你好你好你好 对啊 哎哎哎 许会长许会长许会长 你好你好 欢迎欢迎欢迎来 哎呦我这边咖啡馆 呃 顾虚海的同学 须伟雄 意大利华侨 须海大哥 我们正在跟那个呃 跟老同学碰到老同学 哎 老同学 哎呦 呦 多年不见多年不见 伟雄东西好 今天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那边 哪里做 工作哪里做 还可以 还可以 哎 亲亲 哎好好好 谢谢谢谢 哦 这就是你的咖啡店是吧 对 地方深小 很好很好很好 因为我们是老房子 装修 哎 保留了这个原来 那我坐这边 对我坐这边 好 谢谢 很不错很不错 咖啡打三个过来 让这个老同学的哥哥 品鉴一下 对对 品尝一下 你们的咖啡 薛海大哥 有多久没回来了 给那个老同学们一起 介绍一下 这个咱们这个咖啡馆 说不定还没见过 三个年多了 有没有嫌我 这个之前 好像这个 我那时候 出的上次见面的时候 这咖啡馆还没有的 对的 上次你回家的时候 我这边还没有装修好 那么这边呢 现在装修起来的 主要是以 让自己老教的同学 特别是你啊 来聚聚用的 我的目的就是 会同学 装用产地 那么多年来 我到了意大利 后来回国呢 这个三年 五年 十年之间的变化呢 很大了 地方这个 深湖 也跟四季的 这个 咖啡文化 红酒文化 作为 结合的一个体验 所以呢 我要跟着这个 时马呢 要把这个 咖啡馆 咖啡馆 建议起来 所以还等你回来 给我点赞 我们一起品尝一下 你的咖啡 来 请 大概我可先品尝了 对对对 我品尝一下 味道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正宗 真的跟意大利的 这个浓素咖啡一样 对对 非常正宗 我们 都有话言权啊 对 你要早点回来 到伟雄 你同学这里喝咖啡 好的 这个 这个生意怎么样 这个开起来 现在 虽然有疫情影响 但是我这里 还是稳定 我们到了欧洲 然后把欧洲的一些文化 带了 交向来 让我们 交先 我们的地方文化 跟这个 西方文化结合 更加的多元啊 包容的 我希望你呢 也 常回家 因为 家里面的同学 亲戚朋友 都挂念你 这说现在 环境各方面 条件都比 往年好很多 因为我们的社会 进步 很快 这个 值得你回家 支持我们 对家庭人们 多 多的联系 听说是有一个同学 也在这 做石雕 还是做其他的 你还记得吗 我们家里面 虽然同学都到国外去 到各地去 还有个阿滨同学 在家里一直守住 嘉仙的产业 就是我们青田石雕 而且他做的 也很敬意啊 我们今天一起去看看他 很长时间没看到他了 很长时间没看到他了 对 好 那么通过今天 我们应用视频连线 去看老同学去 好的 好的 好好好 那一起去去那个石雕 看一看 我来带路 好 那我跟着你走 跟着你走 那个石雕美术馆 也是那个阿滨 就是你弟弟的同学 老同学 他就在这里 哦 这个是马伟兵的店是吧 是阿滨 阿滨 阿滨 你好 你好 老同学见着了 想不到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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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现在谁连线呢 哦 阿海 老同学好 怎么今天怎么 阿滨好 阿滨好 很长时间没看到了 看你们这个三个人 都还是比以前还更帅 那我现在都在做这些 小印章的 这些 以前的雕建不做了 生意怎么样 生意一般般吧 现在疫情走的人 网络上还可以 三年了 三年了 我也很想念大家 这个特别是这些同学 二哥 还有这个我的父母 父母三年 就是说我们差不多 每个星期都在跟着 给他打电话 视频 同样是关键我们的 现在老同学都做得很好 他们做咖啡 老同学 现在我们就在我们曾经老家的这个操场上 你看看有多少变化 这个操场 以前都是泥土的 哦 都稍子当时 一摔 手皮都摔破的那种 现在应该摔的摔不破 现在都树干跑道 以前那些老房子都拆掉了 现在都盖成新房子了 我们的母校变化很大 说明我们的家先变化 跟着一起进步 那我们也跟着这个社会 一起进步 大家已经一过就是几十年了 现在你看看 你看看那个小学 跟那些 我们青田石雕 这个映食文化都接轨在一起 这些都是名家的那些 比如你艺术家做出来的贡献 文化的展示 现在这个 我们以前是都是读语文数学 现在都是很多这个映食也在这里 每个星期都有一节课 把我们家先文化体现出来了 从小就开始熏他 这个学校现在都盖成了四五层了 以前我们都是老的 可能就这里呢 这里还有个 这个树是以前的老的 对呀 这个树我好像有印象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 那个树好像跟我差不多高 现在变成这个苍天大树了 已经是 以前在厨房门口的那树 对 是的 学校这个母校发生了 这个很大的这个变化 特别是这个环境 这个操场啊教训楼 还有那个当年的小山树 现在都已经变成了这个苍天的大树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母校 这个文化敌论更深了 为我们这个母校 典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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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海大哥 三年多没回来了 你最想念的是什么呀 最想念的是清甜的三分角啊 你喜欢三分角是吧 那你看看今天谁在这里 你自己在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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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哎 幸福 娘娘知道不三分角 妈妈 你 在那里吃三分角 我先吃三分角 吃一点吃三分角 吃给你了 妈妈要喝 你来给你吃 妈妈要喝吗 你吃 你吃我吃三碗酒 妈妈吃我吃三碗酒 我们是吃了一碗 一个一个安妮 那个磨 都吃了三碗酒 你吃了吃三碗酒 给你妈吃这里 都吃了妈的朋友 家是海外游子心中的港湾 更是他们心中难以割舍的念想 侨胞们走南闯北 飘洋过海 总有一种乡愁 萦绕在心头 从小家走向清田 从清田走向海外 正是因为有无数游子的牵挂和期盼 才让清田这片土地 变得越来越好 爱有着改变一切的力量